这是应得了 那么在语意当中是骂人轻浮的意思 怎么会用在宣传短片当中呢 陈寅于是在直询过程当中就痛批 海基会花钱侮辱原住民 搞笑网友蔡阿嘎在网路上爆红 最近还被海基会找来拍宣传短片 立委批评怎么影片里把原住民形容得那么无知 尤其是邦阿这个词 更让原住民立委成盈听了很光火 请教这个原民会主委 阿美族话的这个邦阿是什么意思 不好听的话 怎么样的不好听大声一点讲 是指男人的生子气 行政院长吴敦义和陆委会诸位赖信源 站在直询台上看傻眼 不敢相信这是海基会的宣传片 如果这样来称呼女孩子的话呢 就是你的就是指说你不守父道 那为什么陆委会怎么会允许 你们是海基会的这个监督的机关 你允许这个广告再继续这样子播出吗 这个不要说是财团法人委托做的广告 那就算是一般商业机关做的广告 也不应该啊 蔡雅嘎在网络上有超过十万粉丝 日前亚书军的亚运经历黑袜风波 蔡雅嘎推出力挺亚书军影片 才让他爆红 只是这风格适不适合政府单位宣传片 行政院长这个反应就是最好答案 三例新闻综合报道 继续呢我们镜头转到利比亚 带你来看利比亚现在其实非常的紧张 好多的民众